現在我教你們做炸蝦的時候 選蝦最重要要選到新鮮、大隻、大隻條 首先要滾些麵粉、加雞蛋 最後要滾些麵包糠 放進油鍋裡炸 火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曬 不大不曬火就最適合 那麼炸什麼時候才可以 最重要要炸到變金黃色 金黃色就可以上碟了 你看多漂亮 香噴噴看到就想吃 好,我們來看看 不辣 不辣 還有張華仙 謝謝 謝謝大家 給掌聲 狗籍方面有糖狗和羊狗 羊狗當然給大家聯想戲 就是那些大狼狗 嘩… 嘩… 這隻狼狗 嘩… 狼狗… 狼狗的體型比較大 有些又矮,但身又長 這種狗大家都會很熟悉 蠟腸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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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蠟腸狗自長為不多,對嗎 以下這種狗 有些人將它驗成粉紅色 或是藍色 但今天這隻是圓色 是白色 這種狗的圓色 似乎是最漂亮的 就是貪圖乾淨企理 雪雪白白 這樣吧 對,就是一隻 大家尤其是貴婦比較喜歡 外出時很有型的 Poodle 貴婦狗 貴婦狗也是一種 家庭給大家很歡樂的一種狗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有兩個名字 有些人叫牠這樣,是A的名字 有些人叫B的名字 A是甚麼?B是甚麼? 先看牠變成 這些狗是長毛的 有些人叫牠北京狗 有些人叫牠獅子狗 有些人叫牠獅子狗 介紹過這麼多狗 我發覺如果要說到狗 有種狗,真的不說就不行 經常在狗展上拿獎 看起來就蠢蠢蠢蠢 沒甚麼人喜歡 但只會有人喜歡的羊 體型相當大 這隻就是大笨狗 好了 沒錯,大笨狗 好,謝謝… 太好了… 跟我們表演的任達華、燦哥 還有鵬哥 辛苦了 在月黑風高之夜 就走進一間古老大屋 叮噹叮噹叮噹 一撞就撞到大鐘 走著又走著 走進房間裡 不知道做甚麼事 甚麼都看不到 好突然之間… 秒鐘響了 立不cen 又撞到小孩子